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 一位免费 星期五 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欢迎回来大学的晚间新闻 香港台方面的消息 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 香港的失业率持续回息 统计处数字 今年9至11月的失业率是3.4% 微升0.1个百分点 失业率上升的行业 主要是地基和上个工程业 同货仓及运输辅助活动业 只望就业市场前景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中表示 勾债危机和外围经济脆弱 影响本地雇主的招聘异欲 大内地需求和访港旅游业持续强劲 短期内可望舒缓部分失业 上升的压力 大港府会继续保持警觉 密切留意劳工市场的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 举行参选大会 近千人出席 唐英年提出了六大綱领 包括增加教育开支 增建公屋 优化管治 唐英年又承诺解决贫困问题 建构建快乐社会 唐英年以明天在你我的口号 提到自己在香港出生 长大到组织家庭 在港府工作多年 同公务员团队共事 令到他体会到群策群力的重要 唐英年提出六项施政纲领 包括发展多元经济 以及优化管治 落实普选 由承诺增建公屋 增加教育开支 至到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 以解决贫困问题 唐英年的竞选团队 振用庞大 立法会议员李国宝 没有出任竞选办主席 秘书长以及副秘书长 不少都是前港府的官员 而一早表态支持他的 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 就担任高级部闻 猫TV巡谣报道 另外行政长官参选人 何俊仁和冯减基 正式参与泛民初选 他们呼吁市民在下个月投票 选出一个人 代表泛民主派参选特首 何俊仁和冯减基一起见记者 正式向泛民初选筹委会 递交提名表格 何俊仁和冯减基表明 参与初选 是要促使建制派的特首参选人 交代对不同政策 特别是民主和政制议题的立场 表面提出多少改善民生的一些政策 但是我提醒大家 没有民主何来公义 那又民生 将来当他们面对着小圈子的时候 那些大老板大财团 就会逼得他们将来是交不了货 越多人参选 越反映了我们香港人 对一赢一票选特首 作为我们的权利的一个基本要求 走出来就是告诉大家 透过投票告诉政府 告诉中央政府 我们要尽快17年 普选特首 他们首后会公布各自的政綱 和举行论坛辩论政策 泛民主派下个月8日 会在全港设立60个投票站 给市民投票 不是投票和民调获得较多支持的 会代表泛民主派参选特首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 直至上个星期五 有关怀疑中票的投诉 涉及超过3,800人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出 1,300封书面查询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谭志源表示 警务处以及廉政公署 都全力调查有关怀疑中票的投诉 他强调着不守远 目前确认1,100人 无需再跟进 大约有1,400人依然需要调查 当局建议在元旦开始 选民要更改地址必须出事证明 又会查核一屋有超过4个姓氏 或者7人以上的家庭 并会在选民登记策内随机抽查 华TV长腰报道 香港河东花园业主早前发声明 反对将花园列为法定估值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就表示 花园列作暂定估值的保护期 下个月届门 会展开相关的法律程序 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面 议员提到河东花园的业主 反对将花园列为法定估值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表示 仍然会展开相关的法律程序 河东花园的业主何缅君发表公开声明 说花园的主流曾经改建 已经失去历史或者建筑的价值 并透露与港府多次讨论换地建议 但是认为港府的方案都不理想 已经拒绝换地 又指河东花园估值70亿元 不会透过物业交易赚取利润 另外会议上面也都讨论 启动九龙东的计划 林郑月娥指出 计划包括启德、观塘 以及九龙湾的前工业用地 打造成核心商业区 为了配合香港未来的发展 需要开发更多的商业区和活化工下 华尔TV长月报道 香港劳雇会不满入境处 审批输入外地雇员过于宽松 暂停审批输入外劳申请过半月 经过了连串的商讨 港府同意推出措施 要求入境处和劳工处合作 增加审批的透明度 劳雇会同意恢复 补充劳工计划审理的工作 劳雇会劳方代表 同劳工处以及入境处处长开会 港府同意推出新措施 在入境处审理 从一般就业政策 申请输入外地劳工的时候 要求雇主申报一年半之内 有没有曾经向劳工处 以补充劳工计划申请外劳 亦会就个案征询劳工处 日后审批的时候 亦都会考虑相关行业 输入技术劳工的种类 以及人数 是否与劳工处的申请有重叠 半年之后会检讨 劳工处处长卓永兴表示 入境处会在每个季度 向他们情报资料 增加透明度 由此会尽快恢复审批 补充劳工计划 劳工处重申 长远而言 雇主要积极培训本地工人 填补空缺 WOW TV 巡遥报道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证实 较早前于元朗检走的红嘴钩 证实感染H5N1 上个星期二 在元朗照律修纪念中学 发现以及检走的红嘴钩 不是第二日死亡 经过多次测试之后 证实对H5N1病毒测试 呈阳性反应 红嘴钩是野料 是香港常见的冬季候鸟 香港渔户处表示 会继续巡查活家琴笼墙 以及批发市场 特别是发现雀鸟 三公里内的四个鸡墙 确保业界采取适当的措施 防止禽流感 WOW TV 巡遥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港台消息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体育和天气方面消息 熟天策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窝 我们不单止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还有令人瑞燕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美 地址3250 Midland Avenue 订坐电话416-609-8886 感受科技与娱乐 唯一体的轻松悠闲 体验多伦多 唯一的窗面感应游戏技术 带给你的各种新鲜KTV游戏 全新的数码娱乐理念 引领潮流悠闲方式 E&T Karaoke 提供你最时尚的私人观唱空间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层 把握大多地区都市脉搏 捕捉华人聚焦热点故事 对加拿大的需要来讲 它也要往东走 因为现在这些国家 哪个地方的国家都要往东看 要往东走 亚洲是最有前景的一个地区 多伦多华商会还认为 加拿大一直是捕杀业发达的国家之一 捕杀完全合法 大多故事每天下午 Live by Five 与您相约 足球的赛事 世界冠军球会本月星期日 就在日本的华本进行决赛 阿根廷球王美斯对着巴西新星尼玛 巴塞全场控制战局 美斯在17分钟接应沙维的传送 然后凹石先开记录 沙维在7分钟之后 撞石扩大领先优势 法比加斯圆半场前保射入网 麦巴塞半场以3比0领先 换边之后巴塞当然放慢脚步 但美斯原场之前8分钟 扭过门杖再入一球 巴塞最终以细冠杯力来决赛 最大比数4比0击败山道士 继2009年之后再度捧杯 成为首支两夺细冠杯的球队 美斯顺理成章当选为赛事最佳球员 看看意大利甲组联赛 祖云达斯主场迎战星巴马鲁华 祖云达斯开场仅仅4分钟就先升脱人 迪石尼左路地波传中 拍比门前四马铲蛇破网1比0 其后老将迪比亚路 获得多次的射球机会 但射数欠佳加加上对方门将神勇发挥 最终入球拆坚而过 不过祖云达斯在75分钟再下一城 派路开出角购 加利亚雷拉门前九马头锤 攻门破网2比0 经过90分钟的激战 祖云达斯凭着拍比和加利亚雷拉 各建一攻 主场2比0兴取对手 重返绑手 好了 体育消息过后 接着看看多伦多的天气消息 现时室外温度为一度 多云加上风动效应 感觉上只有零下五度 吹近每小时30公里的北风 接着看看多伦多未来五日的天气预测 接着看看加拿大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象得到 人类可以好像海豚那样 好像在水里面一跃而上 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梦想了 在法国马赛就有一个男子 研发了一套喷水式的飞行板 使用者只要将双脚绑在特制的鞋里面 就可以借助在鞋底的强大喷水器 冲上水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面 看到海豚跟着行进的船隻 不时跳出水面的景象 如今借助高科技 人类也都多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当中 男子身上面穿上 类似钢铁人的外套装置的飞行板之后 就可以从水中冲上天空 享受和海豚一样 跃出海面的快感 根据美国的《每日邮报》报道 研究这套飞行板的佛兰基 本身就是一名水上运动的爱好者 佛兰基研制的飞行板 透过附在喷水式水艇上的巨大软管 先吸取海水 然后再将海水强力喷射出去 就可以从水中药出飞向天空 甚至能够完成后空翻等高难度的动作 日前就曾经有人研发出 相同用水做动力的飞行背囊 该装置的原理和飞行板相同 但是该装置就没有发展